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召开新闻发布会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即将维稳利率 不会进行新的长期再融资操作 也不会进行前瞻性指引修改 此外 本次欧洲央行将发布宏观经济预期的季度修正 欧洲央行在2018年12月退出资产购买计划 被视为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的第一步 但其1月官方传递出的信息并不容乐观 欧洲央行指出欧元区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 这意味着决策者更可能选择观望态度 其不排除推出其他经济刺激措施 市场预计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将被大幅下调 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1.7%下调至1.3% 这可能将是201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下调 此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2018年第四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相对疲乱的经济数据 2018年底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已经经历过一次下调 下调经济预期至今 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依旧表现疲乱 欧元汇率也因此在年度低位陷入宽幅震荡 经济形势迟迟未见好转 使得欧元难以突破MA135日均线的压制 因此次欧英决议市场普遍持悲观态度 欧元在决议内容公布之前 即下跌至1.12860区间下边线支撑位 若欧央行再次传出确切的利空消息 欧元下方的巨大下跌空间将可能被打开 欧元连续两季度低位横盘震荡 而本周其表现走势也不如人意 价格在4小时级别受MA270日均线压制回落 此次短线下跌走势平缓 但未见多头尝试筑底其问的迹象 各均线更是呈明显空头排列 ACY西万认为欧元区经济被人诟病已久 在原三驾马车护航之下 其近几年经济形势已是状况不断 而其中德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欧元区经济19年的路途恐越加艰辛 欧元各技术周期均表现偏空头 今晚欧元区决议及德拉基发布会 应重点关注欧元是否因此跌破1.12860之称位 若此信号出现 后市欧元恐在巨大抛压下开启新一轮下跌 基本面上建议交易者关注 3月7日欧央行利率决议会后德拉基新闻发布会 3月8日美国2月非农就业人口数据 技术面上则建议交易者关注 上方压力位1.13468以及下方支撑位1.12860 感谢收看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可登陆ACY希望官网 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